艺人潘伟博上个月演唱会彩排的时候 不是发生了头部撞击的意外 拉了个17公分的伤口吗 真的非常吓人啊 台北市劳动局派人到小巨蛋的演唱会现场检查 结果发现现场的高空表演 没有提供安全防护措施 但是呢因为潘伟博不是劳工身份 而且主办单位是父亲开的演艺活动公司 算是无仇演出 因此不属于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的职业灾害 没有办法对主办单位处分 10月24号在小巨蛋彩排高空特技 歌手潘伟博发生意外头部受伤 不断大叫嘶吼表情痛苦 也因为如此10月25号的演唱会 不得不临时喊咖 经过治疗休养潘伟博入境已经出院 但这场意外是否涉及职安问题 台北市劳动局劳检处派人 前往小巨蛋演唱会现场进行检查 调查结果发现现场的高空表演 没有提供安全防护措施 但因为潘伟博不是劳工身份 不属于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的职业灾害 无法对主办单位处分 目前个案来看是 非属劳工安全卫生 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范围 今年7月职业安全卫生法除了劳工之外 其实也扩大适用自营作业者 其他受工作场所负责人指挥或监督同事劳动的人员 但因为潘伟博这是父亲出租演艺活动公司 潘伟博无仇演出并非劳工 因此不属于职业安全卫生法范围 搞不好是承担企业 或者是他是一个自营作业者 如果非法加安全卫生法是3万到30万 潘伟博虽然属于特例 但未来如果其他艺人因为表演关系受伤 若是有酬劳并且符合职业法的种类 还是可以针对主办单位开罚 谢谢许小佩 陈正茂 看得到